当然我们可以有时间去大自然里面 我们除了鞋在草地行走下 就可以做到接地器 但是城市人工作这么繁忙的时候 其实现在市面上已经是有一些接地器的产品 在我们的健康店 这里有很多的客人买了回去家里 每一天都可以接受到这个接地器的治疗 接地器的产品可以在我们陆创意的健康店 可以买到的了 联络电话是28824848 以下节目内容 纯属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与本台立场无关 好了,我们今晚讨论的问题就是 新世界秩序和当前的经济危机 今晚我们的主持人都 又齐人了 齐人了,李永康 因为经济不太好,所以齐人了 大家都齐人了 金永怡 好了,嘉宾是朱起平先生 大家上次都和我们 James Chu 都一直都和我们在多方面的题目 都探讨过的 其实今次这个题目 都是他出的 新世界秩序和当前的经济危机 那大家相信 大家外面一般人所关注 和经常掛起口诚 都是关于经济的危机 包括我自己在内 什么时候被人炒油 最听的都是海啸家 海啸家 那我就问一下李永康 李永康始终在中国 在东莞那里 在制设厂 和做那些傢俱的 那他就和我说 我问他是不是真的这么差呢 非常之差 由现在来为止 我们知道春季 暂时大部分厂家 都仍未有春季的订单 是不是很糟糕 就是说 那些样板就出去了 批了回来的了 但就还未正式出订单 因为原因就是 买家的buyer 他还未拿到银行那笔钱 因为他也借钱来买 因为银行还未放钱给他 出钱过来买 所以订单下不了 但是我们知道 是有这样的东西去做的了 但是就未有订单 那我和大家 都在过去很多次 都讨论过这个问题的根源 就是我经常这样说 大家都一样这样吃东西 一样这样消费 一样这样生活 一样这样上班 其实没什么那么大的改变 唯独是 为什么经济会这样的波动呢 我都和大家分享过 其实主要因素 我们整个经济 都是基于借钱的 整个经济的动力都是借的 还有我们货币的来源 都是靠借的 如果银行为何他有钱呢 如果有人向他借钱 那他就有能力去印钱了 基本上最初的层面就是这样的 你可以看到那个问题 为什么会牵连得这么厉害呢 我一时我都很好奇 我说 没理由 银行都需要借钱给人的 那为什么银行又这么不想借钱呢 李永康就很简单的解释 银行死怕了 你还不到 银行有两个层面 现在害怕的 第一件事 就是害怕他现在的那些客户 这笔借钱不是拿来做生意 而是拿来走老的 就是害怕你拿了这笔钱就走老了 第二件事 就是现在都是年底了 到年底银行就连结了 那就要看业绩 其实业绩都差不多差不多了 我没理由在最后一个月 去冒一个风险就是 会有一笔贷款变成不良贷款 而令到我银行的贷款出事 反正对银行来说 就是不借钱给他 他没什么损失 但借钱给他有一个大风险 就是你会 这笔贷款变成不良贷款 所以他就 不如就停一停 因为之前那么多 上半年成大 经济已经很蓬勃 在研究上也好像有些数字看 现在最近这些 突然之下跌下跌下 无论没有这个风险 好了 但是外面又听到什么 就是那个小企业的自助机构 有一个叫几个厂家 东莞的厂家 东莞的厂家 加上做了一个自救小组 最近成立 最近成立 最近的 好像有几个都 因为据我所知 只剩下一个 即是走佬 不是结束营业 或者被人收购了 而是一夜之间走佬 情况坏到是什么情形 就是最近你也知道 那个老板是走佬的 不知所踪 本来都是有心 打算去做一些去救一救的 但是 那些货还在仓中 那些货还在货柜上 在货柜上 但是 现在全部都停在了 那又要有人去 就是 就是要去 那个镇政府 要找人去 接本间厂 去派着钱 派着粮先 那你看一下 有时候 譬如在美国的情况 那我们经常上网看 都看得很多 仔细的资料 那 James就提出一件事 我亦都看到 那最近三间大的 汽车製造商 那经济的问题 是非常之严重的 就是他虧得很厉害的 那阿甘说 原来他们工人的人工 是很厉害 几元美金时薪 哇 我都猜不到 就是几元当八个小 你当七十多元 就当五个 你当五百元港元一个小 哇 四千元一天 我想很多 那当他开二十日工 八万 哇 哇 所以你也看到 那个问题是很严重 但当然也看到问题 那个本身 结果是 在香港 阿是 对不对 也很多人发现 亢已过5千亿 每个月要百万 每一总的八万 一看8万 有那个LA Times 还有那几个大记者 芝加的Tribbon 芝加的栏高 可以看到 这个世界突然之间 突然之间会变得这么差 我都常常给大家解释 其实背后 有人是 控制住 那么James 我们都知道 美国政府真的出手 帮了银行家和保险公司 我们一般的以为 因为保险公司 有很多钱 是那些人的退休金 那些基金 如果连那些都没了的时候 影响的人实在是 影响力很大的 有些很无辜的人 但是你说制造商 刚才听过 原来他们这样的人工 是这么高的 那些高层人士 就去政府 去拿钱的时候 竟然又这么奢侈 坐自己的私家飞机 其实背后是不是这个原因 不帮他们呢 James 我都想过这个问题 首先我想 第一就是 为什么 现在 银行和 AIG 那个 保险公司 为什么现在 三大车厂来 要他帮他 好像不太怨 你听到我说话吗 是的 我听到 是的 因为我怕 断断续续 好像 是的 我听到真的 是的 要不要我再召唤过来,因为好像跳远续续 我们听得很清楚 我们听得很清楚,OK,我们先放置 那我就在想 你知道现在美国政府已经给了一千多亿 给银行和AIG 有人在报纸上问过,那些钱去了哪里 因为已经花了,那些钱去了哪里 但是没有人回答得到 那我就在想,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就想到一个可能的情况 因为那些银行和AIG 他们差不多是庄家的,金融丰富之前 他们就跟人对赌 那一些民营丝他们会赌坏 那些人现在跟这些赌坏赌赌 nuestro 我先想一下,如果美国政府不帮这些银行 By 还有保险公司 这帮赢的那些人 他收不收到那些钱呢 你走到途径 你走到澳门赌钱 你赢了那个庄家赌钱给你 如果庄家宣布破产 你的赢家收不收到钱呢 赢家觉得美国政府的朋友是这样的意思吗 那些人猜测的那些叫New World Order 或者Illuminati的那些人 有一帮很神秘的人 他们在这个金融大丰富之下赢了很多钱 那些庄家就是银行和保险公司 如果银行保险公司倒闭 这帮赢家是收不到钱的 那我怀疑 这个纯粹是我猜测 那有帮政治家就出面说 我要帮银行 因为银行倒闭了 就影响我们金融体系 我要帮AIG 因为AIG太大 等等 那就把纳税人的钱 千多亿就给了银行和AIG 然后AIG一双相反过来就给了这帮赢家 所以就答不出了 人家质问他 到底钱去了哪里 没人答得出来 是的 没人答得出来 亦不敢说 他不敢说 究竟钱去了哪里 那亦 解释得到 可能解释得到 AIG 又不想帮 AIG 又不想帮 如果帮他付钱 他是拿来发薪 他不是给赢家的 他不是给赢家的 明白吗 其实对于我们普通的百姓来说 他给汽车製造商的用途更大 给银行 因为这些钱仍然留在社会里 但是现在 反而在这样的情况下 你看看 新闻 美国的政治家 又是议呃呃呃 又是这个条件又是那个条件 是的 要他要他 银行 银行那些 一个条件都不说 熟了新闻就去了 快刀斩乱文 他呢 喂 Jim Sir 我看过 因为有些老友 孙帕文呢 他曾经 说过 他说 原来 跟联储局 申请这些 银行 申请这些钱 在说几十亿的 几十亿美金申请 你知不知道仪稀到怎样 两页子 填两页子就行了 是网上填的 是啊 这么简单的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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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后来呢 后来那个议会呢 哈 还会把 几十亿美金申请 但是都通过了 知道吗 他本来有些人就反对 因为 每个人打电话给他的众议员 说说明是反对的 是呀是呀 我们在网上看到的照片就是 是呀 跟着呢 就 在高官员 有人就恐吓 如果你不通过这件事 美国立即会有暴动 那后期爆了出来 你知是谁恐吓这些议员 谁 就是现在那个 财政财神爷 美国 现任的财神爷 保义心 是啊 是他恐吓那些议员 说你不批准这些钱 过关呢 不给那些银行呢 我们明天就会有暴动了 全美国 是他说出来的 爆了出来是他 那个源头是割除他 嗯 土耳心 是 我当时跟着网上的资料呢 大部分美国人都反对救这些银行的嘛 是吧 这些是我们的白领罪犯来的嘛 是啊 大部分美国的那些公民呢都是反对救银行 反对救那个保险公司的 但是呢 结果呢 就因为那些众议院的那些 那些政治家呢 就被那个 那些保义心客一客 就个个都 认识了yes 结果就全部被他通过了 还有一个解释呢 我听到呢 有些网上有些 说到 就是说 其实呢 是很多政治交易的 很多这些州呢 是本身有问题 那桥点上呢 就说呢 这笔钱呢 一部分呢 要帮一下我们的 我们的 我们的 州的 那些 那些困境的嘛 是吧 那些 那些是后期加上去的嘛 噢 就是 当时的新增政典的翻译性就是 噢 就受到恐吓的 是 是的 那 因为受到恐吓 所以本来投反对票那些 个个都投了 然后 同意票 是啊 因为呢 我们听众如果是对这方面 还有一点点不够清晰 我们讲的 背后是讲的什么呢 就是 我们原来香港有本书 我们都介绍了很多次的了 就是货币战争 那原来这个货币战争香港呢 都是那十大那个 流行榜里面的 一直都是高企 十大的 不知道是不是追追追 行销就不知道了 那如果大家看看呢 那本书都讲得很清楚了 整个那个 地球那个金融的问题呢 都是 是因为我们那个 货币的 那个基础 我们的钱是怎样得回来 那基本上呢 大部分人都不知道的 联储局呀 英聋银行呀 这根本不是政府机构来的 他们根本就是一些 私人的银行 而这些银行呢 是有权印银纸 而它印银纸呢 基本上呢 可以说是 不需要有黄金白银 做抵押的 那这个制度已经改了 好早已经改了了 那就是整个经济呢 都是因为美国政府 向这些 联储局 英聋银行 就发一些债券 那基本上是 拿美国人民 英国人民的 将来的税收 做抵押 那就是向他们借钱的 那那帮联储局呢 那帮私人银行 基本下 就可以印银纸给你的 那而这个银纸呢 就是 因为有个借贷 就是美国政府 有个借贷给它 那所以呢 这个就是基础了 就是它印银纸的基础 就是这样 那这些银纸呢 再发去其他 这些银行 那时候呢 其他大银行 Citibank Bank of America 这些 那它就有 因为有联储局 给钱 给它借给它用 那它就可以有 就是有 有权力 再印银纸的 那就是说呢 整个地球的 那个经济的问题 为什么会这么大波幅呢 基本上就是因为 都是因为 有一些 银行家 国际银行家 这些银行家不是我们认识的 一般在传媒听到的名字 是完全不是那些人的 基本上它们控制了 整个经济的命运 就是以那个 印银纸 放银纸 收借贷 那你可以看到 有时候 大家都解释不了 想不得 一不明白的就是 大家都好地地 一样上班 一会儿又说经济好 一会儿又说经济差 一会儿又说地产 那些屋子又贵贵贵 那一人家又可以便宜回来 那其实 跟那个所谓 叫做供求有什么关系呢 对吗 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游戏 如果我刚才说 那个可能性是真的话 那我们现在其实是目睹着 在美国非常强大的 我叫做 Wealth Transfer 就是 这个 财富的转移 是 是 是 那这群人数损了全世界的钱 差不多 这群人数损了全世界的钱 是呀 数损了全世界的钱 除了中国 但是中国呢 虽然它没有数损了中国的钱 但是中国一样有个问题存在 嗯 问题就是怎样呢 我再补充一下 是 是 就是我用我的standard of living 来衡量一个国家的生活 好 是 是 就是用那个来做行量的 我那时候也很简单地说过 就是 如果你一个国家 下一个股份的水平 但是如果某一部分人的生活水平 突然间提高 就是赚钱 其他所有人的生活水平一定会降降 是的 换句话说 就是另外一个说法 现在很多人都知道的 就是 喂 你现在政府多印了成几千亿的钱出来 那 人都知道你印得钱越多 那个国家就会引起中国膀胀 是吗 是呀 是呀 就是换句话说 美金和勞罗 就是所有受这个金融海啸影响的那些国家 它们的币值是应该会跌的 那些价值是应该会跌 那跌和升级是一个比较 那什么比较呢 现在全世界来说 应该可以说是唯一 是没有受到 不可以说唯一 就是说大国家 是没有受到这些 这个游戏影响到的 我说的游戏就是那个所谓财富的主义 这个游戏影响到 就应该是只有是中国 就是换句话说 正常来说 全欧罗和美金的价值都应该贬值 而中国人民币应该会保持 是 这个是纯属从一个经济的观点去看 但是中国政府有一个问题 如果人民币是升了值 它出不了口 对不对 它出口会很困难 所以中央就想办法 将人民币的价值继续保持 以前和美金和欧罗的对换比例 中国政府仍然想保持这个比例 纯粹是从这个经济角度去看 如果不是的话 我大惡了 那些出口 那些人买不到 越来越来越来越多了 但是它这样做 又出现了另外一个危险 这个危险是什么呢 你现在想一下 现在在全世界有了死存 我们不知有多少人 不知有多少人 然后今次行到 行到这些非常多的钱 但是浅到这些人来说 不是一个 是 大家都看到 网上其实都一直都有种 有些人叫做阴谋论 你刚才企图给我们了解的 这些钱是好像隐形了的 而为什么美国要帮这些银行家呢 因为这个银行家 是这个游戏里面的受惠者来的 而製造商那里 那些救款 基本上是不是落入这些 隐形的国际银行家的袋里面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为什么美国政府帮银行 这么容易 刚才李永恒也说的 两张纸的申请 拿过几十亿 差不多好像没有什么条件 没有什么负贷条件的 而反而製造商 汽车製造商里面 大家也知道 汽车製造商 刚才都看到 消费方面 人工那方面 是高到 跟其他的国家 是软超越小的 所以美国的汽车製造业 它的竞争力 很明显 是很低的 好了 那 我们或者那个 时间都 可以 可以 快点快点 因为我们的声音 那方面都要调加一下 OK 那我们就先休息数分钟 那我们会再继续的 好 六创意健康店 是一间最多元化选择的健康店 提供2000多种 不同种类的健康食品和饮品 环保家居 及个人用品健康产品 营养补充剂 一系列健康舒适等等 六创意健康店 电话2882-4848 网址 3个W H E A L T H SHOP.COM.H K 回来继续今晚的讲题 新世界秩序 和当前的经济危机 在我们的香港的 录音室 有李永康和金明言 而我们的嘉宾 朱企平先生 就在深圳 和我们探讨这个题目 好了 那 首先 James就都开始 讲一下 那个问题 和中国的关键性 在哪里 是 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 在这个世界上 有一小撮人 他就赚了很多钱 可能是千多亿 那他这班人的目的 其实不只是拿钱 因为拿钱是没用的 我认为 他的目的就是要控制这个 金融和这个工业 如果正常来说 如果在外国 美国和欧洲 有很大的财富转移 变成了这班人很有钱 其他人很穷 他的币值 应该正常来说 就会比起人民币 应该跌下去 但是因为中国政府 为了这个出口的问题 想保持这个人民币的汇率 是不变 那不变就有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就是这班人 他这些钱的价值 一样是很大的 很高的 那你知现在在大陆 就改革开放 所有很多公司 都上了市 上了市的意思 就是股票可以被人买 那如果这班人 将那一小部分的钱 如果是为大陆 收买这些股票 他就会很容易 就控制 中国的金融体系 和中国的工业 我看来 这个是一个 比较危险的一件事 这个当然 只是我的猜测 因为我猜得到 他这班人的目的 不是为钱 而是有 一个更重要的目的在后面 在那本书 《科币战争》 其实作者 宋鸿丁先生 其实他都讲出了 那个问题 他都解释到 中国如果开放 其实就会真真正正 引入真正的大岳 所以我们看到 为什么我们在一般的 传媒的报道 都经常觉得 最好中国开放 我们的股票 我们的股市 就有多些人参与 有多些人可以进去参与 其实背后的问题 那本《科币战争》 其实说很清楚 那本《科币战争》 那本《科币战争》 所以就避免了这个危机 那这班人 都会这样做 因为现在这个制度 他买不到 那本书说得很清楚 如果中国不小心 那本书说得很清楚 中国现在没有人才 是受不了这些大岳 如果我们还没有准备好 开放了这个市场 就会被人清瘡 那本书大家有机会 现在还是十大流行榜的书下 叫做《科币战争》 背景资料 在那边已经写得很清楚 这本是唯一的中文书 以我了解 是讲述整个经济问题的根源 当然这些资料 在英文的资料 很多 书籍 网上方面 很多这方面的资料 很多年都有人说 但以中文的方法 了解这个资料 是这本唯一的书 上个星期 不是有个论坛 是吗 在中国那里 不是不是 在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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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投资公司的主席 嗯 在这几年 大举在外面想着 投资买东西 花了几百亿 在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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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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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私募基金 黑石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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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年轻人画 是的 日本有钱 日本很有钱 那些 那些 全都是不值钱 那些 James 你觉得 这些 怎么看呢 我们的祖国 一出去 又学计人画 那些 即刻被人鞠躲了一頸血 肯定不夠人玩 因為 人家玩了這件事 玩了很多年 過了 白經爾反言 你只是說經驗 你也不夠人玩 喂 James 作為一個小市民 怎麼搞呢 知道 其實他列出幾個很重要的地方 因為選奧巴馬 在美國對世界各地 都當作一個新的希望 奧巴馬當選 亦都是很多的國家 包括香港 民主派都認為 你看到這個就是 一個民主勝利的象徵 一個黑人的 都可以變成一位美國的總統 但如果大家真的有機會 在網上接通這方面的資料 其實都發現 其實不是這麼簡單的 絕對不是這麼簡單 是的 好了 民主 即是 有人說 民主根本不是一個 切實可行的政治制度 其實是什麼意思呢 哇 即是很 靈於這個體系 和美國的總統選舉 應該看得出 其實裡面有很多內幕的 你想想一個作為一個黑人 一個很年輕的黑人 三十幾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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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十幾歲 總統很年輕 他並且 他是剛剛在美國的政壇出現 已經可以被競選為總統 你還看一看他一開始競選的時候 他那個競選經費的數目是得人害怕的 是的 大過共和黨那邊 大過很多倍 他還大過Hillary Clinton 希拉莉的競選經費成幾倍 那你要問一下 那些錢從哪裡來呢 那些人為什麼會支持他呢 肯定在背後 就有些很有勢力的人 在那裡撐起他 那如果一個很有勢力的人 可以撐得起他 那你猜他做了總統之後 會不會得罪這幫 撐起他這幫人呢 我想正常的看法都應該是不會 喏 這樣啦 講是不會啦 看實際行動是怎樣 那現在很明顯 奧巴馬已經宣佈了他的班底 是不是 是的 是的 那你看看那個article 那個文章就是 那 Chuck Baldwin寫的文章寫得非常之好 是 那你看看他那個班底 你看得出 其實奧巴馬用的那幫人 全部都是跟以前布殊用的那幫人 是同一幫人 九點次 是 是 新平舊走 全部內容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其實很多美國的評論人 他們都說了 奧巴馬上台不會有任何重大改變 有的只不過是一個表面性的改變 但是最主要的那些東西他不會改變 那為什麼呢 他用的那些人 全部都是以前 新保守派的那幫人 所以很多人都是這樣想 這個奧巴馬有些人甚至乎去到什麼程度 他說奧巴馬是一個很厲害的一個騙子 只是蒙蔽了整個大部分美國人 嗯 那他呢 就是 表面上呢 好像說我要改變改變改變 其實呢 他以後呢 不會有任何重大的重要的改變 他絕對不會做出來 嗯 因為呢 如果大家 在網上有機會接觸多一點這方面的 所謂關於真正的民主 或者 現在美國所實行的所謂民主呢 其實都不是真正的民主 因為呢 整個美國的政壇呢 都是有同一班人是控制的 即是不論你是哪個黨自由黨也好 那個 共和民主也好 其實呢 其實都是同一班人控制的 那所以就經常有一種說法 這些民主呢 不是一個可行的政制度 其實意思是說呢 根本美國的所謂的民主 是表面的民主是假民主來的 最後呢 是同一班人是控制了的 那麼你很多時候會看到的 美國好幾任的總統呢 都是 即是之前是沒有什麼人聽過的 是的 奧巴馬就完全沒有人知道 是一個什麼人的 以前那個Jimmy Carter 也是一樣的 未做競爭總統之前 根本都是直接無名的 都不知道是什麼人來的 那麼你應該想到 為什麼會突然間突然可以冒起的那麼快呢 是不是他有很多基層的勢力呢 香港經常很流行的 你要進入立法會 你以後做到很多基層的工作才有機會做 但大家可以看到 美国做到总统那些 之前好像真的没有什么人知道 令到有些人开始提出的原因 真正原因根本是个人都被人阴点 他愿意去就去 但当然你刚才说过竞选经费 起码表面我们听到的知识 他其实利用互联网的力量 在一个基层是大家 大多数人给少少钱来筹到的 这个表面我们听到的资料是这样 好了 新世界秩序仍然掌握大权 就是你刚才所说 所见到的发生的事情 都是有人在控制着的 新世界秩序叫New World Order 是在进行着的 是不是这个意思 是是是 没错 假设奥巴马真的有人阴点 有人在他里面支持 然后你看他的班底 一样是用以前的neoconservative 那些人作为他那个班底 你真的看得到 其实真真正正奥巴马 现在走的就是一个新庭旧走 内容不变 外表是变了 那他其实呢 你看奥巴马呢 你如果看他 这个人只是做一样东西是聪明的 就是演讲 他其他什么都没有 完全是没有track record的 他以前做了些什么 他根本你想一下了 他才做了那个sanator 参议院都做了不够一年 他已经出来竞选了 是 那么他哪里有机会 可以做到任何政绩出来 根本是没有可能的 那么你看他说 他讲话又讲得很好听 讲到天花乱坠 但是他以前有没有做过呢 绝对是没有 那么这样的人 他都可以竞选总统 他都可以作为下一任的总统 我用我的逻辑去观察他 他根本不是一个 已经有了一个经验 有了一个历史来支持 说这个人是很聪明的 一个领袖 他是绝对没有那些东西 他只是讲话讲得很聪明 那么再加上 其实老实说 美国人是比较 其实在我的观点是很肤浅 就是你只说表面的东西 就搞他们很高的了 那么你要竞选就很容易 所以其实为什么呢 在美国的那个 mass media 那个传媒 是对那个竞选的结果的影响力 是非常之大 因为这些传媒是趋下趋下 那整班人 这班人就全都相信了 他们不会看 那么深入的一些东西 他们全部是看表面的东西 是 那么再加上奥巴马 演讲是很聪明的 但是搞到那些人都很厉害 那么就个个voke他了 就是换句话讲 在美国这个民主 那个最后的结果 是很容易 被一小撮人来控制了的 你帮人 个个 整个国家选出来的 但是大哥 你选出来 那帮人已经被人洗脑了 个个奥巴马好 那帮人都说他好 那你就选他了 那是不是真的选出一个好的领袖呢 以前有人说过 美国这个political system 他选出来的不是leader 是dealer 把字调转过来 不是leader 是dealer dealer是willing deal 就是在买卖东西的 他可以懂得买卖东西 你给什么我 我给什么你 那么他就会选你做总统 因为是这样 所以我也估到 我们现在看这些金融海啸 只不过是一个开端 因为如果你假设 后面那帮illuminati 那帮euro order 他搞这么多东西 是为什么呢 他不是为钱 他不是为钱 是为什么呢 我想呢 就是也是很多人猜的 就是要引起天下大门 嗯 那他引起天下大乱 现在如果是真的的话 这个只是一个开端 其实我come up with 这个这个别论 是有几个原因的 其中一个原因 其实你看回以前的历史 世界大自美 一定有国家的财政 是含入困境 那跟着呢 就会有世界大战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这样 第二次世界大战也是这样 那现在我们第三次了 又是有财困 有全世界又开始有萧条的现象 那我估计呢 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是很大 这是第一 第二个原因呢 就牵涉了另外一件事 就是911了 这个题目呢 我以后都会讲的 你将来会讨论的 是 香港人 我将会讨论 就是911到底什么事发生 我现在就略略了 我说一下我说的是什么 如果大家要留意呢 在纽约 World Trade Center那块地呢 2001年 就变为废墟 今年是2008年 究竟有什么东西在上面起了呢 答案是什么都没有 那么那个问题就是 为什么呢 为什么经过7年 他们一些东西都没有起到在上面呢 嗯 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问题 那我下一次在911的时候 911的时候 911的时候一个很有趣的课题 因为911背后呢 我们会令到我们联想在很多很多新的方向 那么 新世界碟墟 我叫做New World Order 就在网上的很多这方面的资料都是说的 他要先制造混乱 制造恐慌 那么他才可以呢 就借这个借口呢 就来到是掌握大权呢 是全球呢 是做一个控制的地位的 那么你可以看到呢 那譬如他要控制我们那个医疗的方面 那个大权呢 那就制造一些流感啊 这些恐慌 是吧 那么就跟着那些人呢 就会觉得乖乖地了 因为这个是一个公共的安全的措施 那变成了呢 很多我们个人的享有的自由呢 都慢慢的很容易放弃的 那么911呢 是制造一些恐怖襲击了 那美国人呢 就说乖乖地了 因为我们国家这么危机 有恐怖襲击 所以很多事情呢 我们政府要开始呢 就要深入来到管制 看一下我们每一个平民的做什么 那么很多私隐呢 就慢慢就没了的了 那而警惕方面呢 仍然有一个问题啊 911呢 他政府没有一个版本 解释是什么事发生了的 嗯嗯 但是他这个政府的版本 是不能解释得到 为什么那块地经过七年 他都没有办法做任何的建设 建筑在上面 那么这个问题呢 这个是一个谎言来的 再迟一点呢 就只能包不住火的了 那么我估计当那种情况出现的时候呢 美国就是那个后面那些当权人呢 会直接做另外一个危机出来 是 就是转移你这些一般人的注意力 转移你的目标 让你不要再问到 喂 为什么你经过七年 你都建不了东西呢 为什么他又不建呢 是有个原因的 我将来说分析911的时候 大家各位听众 如果大家真的等不及了 其实我想都是希望大家自己上网 你就这样打911 911 你其实会连到很多的这方面的网上的资料 其中有一个叫做LooseChanger L-O-O-O-S-E LoseChange 其实是一个很早期的一个做得非常好的纪录片来的 但是分析911的背后真正发生什么事的 如果大家是继续这样找呢 你可以发生很多很多的时间都看不完 看不尽是世界各地有很多科学家都联合起来都要求重审911 到底911是真正发生什么事 大厦为什么会这样跌也会跌得这么快 除了两个大厦之外 还有一个叫做Tower Seven 是完全没有飞机撞到之下 都一样这样想得很快的 那我们其实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件真相的 那刚才James也提及了 现在那个新世界秩序要控制呢 当然它控制的范围呢 是包括我们的大传媒的 我以前都提及过呢 美国的真正是有独立的 我们叫做Independent的 那个Journalist 那些记者呢 其实已经是买少见少了 过去大概15年里面 好像80%这些这样的 有独立思考的记者呢 其实已经没有工作了 所以最后剩下的传媒 基本上是被一帮很有组织的机构 可以叫做新世界秩序 其实都控制了 那如果大家有机会去 在上网看到资料 就真真正正能够有新的意念 去改革美国的呢 就是一位美国的参议员 这位是叫Ron Paul 他自己本来是一位西医 好像一个苦产科的医生 但他所提出的 真真正正是很深切 来分析到美国整个问题的根源 整个医疗问题的根源 整个经济问题的根源 但是呢 在参选的过程里面 美国传媒是很刻意 是隐瞒他 是隐瞒他的 那做那个民调的时候 连他的名字 因为他是其中一个竞选的 竞选的 总统的人 但是连提 被问问题里面呢 你会选择A、B、C、D 连他的名字都没有提 那就是你能看到呢 是美国的传媒 是很刻意 是控制了 美国人 和我们地球其他人 能够接收到 一些什么的信息 那很幸运 我们经常都很强调 就说呢 真正的资讯的来源 是在我们的互联网上的 但你能看到呢 互联网 已经慢慢地 已经受到很多的威胁的了 已经有很多不同的声音 都说呢 互联网的尚未资料呢 有很多是有危险性的 有很多是不雅的 我们应该呢 都要在那方面呢 来到審核一下他 那大家要很小心下 因为呢 真正的自由的讯息 真正的所谓独立的资讯呢 其实呢 只得回来呢 都是在互联网那里的 James 这方面里面是 好了 那 就是我们虽然呢 是说是说那个 就是金融海啸啦 那现在你可以看到呢 就是我们初初都经常这么说 我过去都经常都提及 就是为什么美国人 原来买楼买买买卧了 负资产多了 会联络到全个地球的经济呢 是不是 就是很不合理的 那就是香港一般人做负资产的 你说全全球人都会受你的影响吗 这个是很不合理的 那还有呢 美国人大洗大洗 那全球人很多人是大洗的 升洗未来前的啦 那经济呢 可以变得这么快呢 是可以变得这么快的 当然啦 如果大家了解那个背后那个 整个经济的基础啊 那个那个货币的那个来源呢 其实很多人都预测呢 这个是迟早发生的事而已 那所以 现在有人这么看了 我们会反弱 会反弹呢 是否V型反弹呢 U型反弹呢 有些人说呢 是今次可能是一个L型的 就是跌下去之后呢 就是不会再反弹的 那我们怎样看呢 我们大家都了解了 我们整个的所谓经济的活动呢 只不过是将地球的资源 的raw material呢 是将它变为一些可以应用的产品 而是鼓励一些地球人呢 拼命呢 是盲目去消费而已嘛 那整个所谓经济好不好呢 其实就是基础就说呢 那些人去盲目消费 那就基础好了 如果那些人不肯去盲目消费呢 那地球经济又差了 那大家都好像这样 去又死不去又死 经济好地球死得快 经济不好 那些人就说 越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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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快 所以其实呢 我觉得呢 就算今次 如果真的L型跌下来呢 是不能够再起飞呢 其实呢 是不是一件不好的事的 因为呢 我们希望呢 我们有一个机会呢 真真正正开始了解到呢 我们今时今日的地球的问题呢 根源在哪里呢 不是我们现在表面所看到的 不是我们大众全部所说到的 那个信息 真正的东西呢 是要慢慢地 和大家继续继续分享 好了 今晚的时间都 都真的七七八八的了 那就多谢大家收听了 那我们就和大家先说一声 拜拜先 и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